李智雅新劇一开播 就被豪门恶婆婆和老公 联手陷害进了监狱 为了复仇 出狱后变身专门严惩混蛋配偶的 专业离婚解决师 而一切的起点 还要从那段糟心的婚姻说起 女主金沙拉是名校毕业 成绩优异的知名律师 但却因出身平凡 屡屡遭到婆婆刁难 明明是律所最能干的律师 却因婆婆的阻拦无法得到晋升 就连婆婆的生日晚宴 也无法坐上主桌 面对一众身份尊贵的宾客 婆婆和老公甚至把她丢到一旁 让忙前忙后的她 彻底沦为了陪衬 每当这时 只有母亲温暖的话语 能让她得到几分安慰 母亲希望沙拉不要为了自己过于隐忍 遇到事情要勇敢为自己反击 而沙拉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婆婆面前得不到尊重了她 同时婚姻也亮起了红灯 老公卢绿成 其实早就在外面有了情人 沙拉对此不仅毫不知情 还要忍受婆婆的恶臭批评 沙拉努力工作想得到婆婆认可 结果婆婆只把她当成 认劳认院的保姆 而老公不仅不为她说话 反而让她一味忍耐配合 这天沙拉终于迎来了反击的机会 利索接到一桩离婚的案子 在看过客户的资料后 沙拉大为头疼 这位名叫金太赫的客户 是出了名的暴力狂 打架闹事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不仅如此 对待家中妻子更是经常拳脚相向 一言不合就会将其拖进卧室殴打 妻子忍无可忍之下 终于向她提出了离婚 沙拉觉得这场诉讼必输无疑 根本没有接下来的必要 可婆婆一心想要拉拢客户 命令沙拉 无论如何都要赢下这桩离婚案 并承诺只要她能赢下官司 律所空缺的理事职位 就是沙拉的囊中之物 沙拉听后果然心动了 沙拉接着离婚案和婆婆立下约定 但想到客户是个暴力狂 还是有些良心不安 尤其是如果官司胜诉 五岁的孩子就要在 有暴力倾向的父亲身边长大 对此沙拉只能自我安慰 身为律师应该保持专业 不久后的法庭上 扩泰的律师毫无意外 放出了扩泰遭受殴打 从家中狼狈逃出来 到警局报案的录像 沙拉马上反驳 这是扩泰在自导自演 面对原告律师拿出的 验伤报告等证据 也直接甩出了一组 被告的验伤报告 让单方面的殴打 变成了双方的互殴 在沙拉的攻击下 扩泰差点情绪崩溃 本以为局势已经逆转 可没想到 扩泰律师竟放出了一段 出人意料的录像 不久前 扩泰把老公搞外遇的照片 交给了律师 照片里 他的老公和不同的女子 同进同出 而且举止亲密 可律师表示 这种程度的照片 并不能作为外遇的证据 但其中一张照片 却吸引了律师的注意 因为照片里的女人 居然是车律事务所的老板 也就是沙拉的婆婆 两人在电梯里 打情骂俏的录像 在法庭被放了出来 各种难听的传闻 一时间传遍夜内 沙拉和老公都想不通 婆婆怎么会变成客户的外遇对象 婆婆当即就想要进行解释 可话到嘴边 又生生咽了回去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不能明说 就在这时 事情出现了转机 沙拉的委托人 摄入一桩稀释面粉的风波 刚好负责这起调查的检察官 是沙拉的老相识 鸡俊 听闻沙拉正在帮金太和打离婚官司 于是了解内情的激进 拜托同事 给沙拉送去了一个惊人爆料 难怪沙拉的婆婆 会毫不忌讳对方的肢体触碰 本以为两人在搞外遇 没想到原来大家都是好姐妹 这样一来 这场离婚官司岂不是必输无疑 正当沙拉为死头疼不已时 让她更加备受打击的事出现了 同律所的竞争对手马律师 竟然拿到了李氏的职位 沙拉这才明白 她被婆婆耍了 其实婆婆打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把这个职位给她 婆婆早就知道 委托人是骗婚人渣 还是让她接下这桩 毫无胜算的离婚官司 而沙拉却还以为 终于有机会向婆婆证明自己 天真的为开庭做了一整夜准备 眼下真相大白才发现 婆婆永远不会真正的接纳自己 明白这一点后 沙拉也决定不再忍受婆婆的摆布 没想到她的反抗 让婆婆意识到了危机 因为沙拉的不肯配合 婆婆动了让儿子跟她离婚的心思 而此时的沙拉也决定遵从本心 做出正确的选择 不久后的庭审之上 原告律师忽然收回了 对金泰赫与其他女人外遇的指控 并当庭公开了她隐藏许久的小秘密 被抓住把柄的金泰赫向沙拉求助 殊不知将这个秘密爆料给阔泰的就是沙拉 她故意在洗手间假装打电话时 不小心透露了此事 实则却在对话中指导阔泰用这件事打赢官司 到时别说是抚养权 就连财产分割 对方也只能无条件妥协 阔泰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老公竟然是姐妹 被欺骗的欺辱感令她无比难堪 而她更加不明白为何沙拉要帮自己 有了沙拉的通风报信 阔泰的律师不出所料迎降了这场移婚官司 而阔泰也在法庭上对金泰赫破口大骂 狠狠控诉了打人还骗婚的人渣前夫 阔泰生泪俱下的痛诉 让沙拉深感遗憾 但好在她能从这段婚姻中及时脱身 而沙拉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就在这桩离婚官司结束没多久后 媒体忽然爆料 沙拉为了让孩子入学国际学校 不惜和丈夫假离婚 更换国籍来申请入学名额 而这件事一旦做实 沙拉将面临法律的制裁 但沙拉本人对此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直到新闻爆出 她才想起 前不久 婆婆以调整户籍资料为由 拿走了她的印章 所以是婆婆为了让孙子去国际学校 背着沙拉用她的印章办理了手续 不仅如此 婆婆还趁机逼迫沙拉 一个人担负所有责任 不然整间律所都会被这桩丑闻牵连 而丈夫不仅没有帮她说话 反而劝她要为家族生育考虑 反正就算被告也能很快保释出来 但让沙拉没有想到的是 其实这整件事都是婆婆为了让她入狱 想出的恶毒计谋 婆婆一直不满意沙拉的出身 从来没有真正接纳过她 为了能让儿子迎娶司法委员长的女儿 她故意用沙拉的名义办理了离婚的手续 实则是为了让儿子借此机会离开沙拉 在婆婆的设计下 沙拉很快接受了调查 在被捕入狱后 她并没能等来所谓的保释 反而等来了丈夫的武警抛弃 得知丈夫要迎娶高官女儿 还打算把抚养权也一并抢走时 沙拉彻底崩溃了 因为婆家的算计 沙拉在一息之间失去了所有 而为了不让她见孩子 前婆家甚至百般阻挠她的保释程序 几个月后 前夫高调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求婚派对 邀请了一众业界人士和社会名流 激进刚好也是受邀出席的客人之一 赶到酒店时意外遇到了一个大声叫嚷的女子 原来女人正是沙拉前夫绿城的情人尤美 因为不满对方的使乱中气 特地跑来讨个说法 可没想到当晚尤美就死在了公路上 警方的调查结果是 死者乘坐计程车时给自己立坟 但女孩的父亲断定 自己女儿不会想不开 坚持要为死去的女儿讨个公道 直觉此事另有隐情的激进 接下了这桩案子 原来警方虽然查到 死者最后见到的人是卢绿城 但卢绿城说 尤美是自己的跟踪狂 激进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对劲 果不其然 有人当晚拍到了 绿城指使手下做掉尤美的一幕 而拍到这段对话的人 恰好就是沙拉母亲店里的员工 她在当晚的派对上坐监职时 无意中把手机吊在了盆栽里 正好拍到了 历程计划谋杀尤美的画面 沙拉母亲震惊自己的前女婿 竟然是这么丧心病狂的人 于是赶紧来到检查厅 想把证据交给调查死案的激进 但没想到被前女婿撞了个正着 绿城直接给沙拉妈打来电话 沙拉妈一抬头就看到了二楼的绿城 而激进出来时 刚好撞进了这一幕 与此同时 之前离婚官司的阔泰 找到了正在服刑的沙拉 托沙拉的服 她离婚后走上了人生巅峰 特意来拉拢沙拉进行一个大计划 之前的阔泰多亏有沙拉的帮忙 才能从前夫那里 拿到抚养权和应有的赡养费 阔泰看中里面的商机 想拉沙拉合伙 但此时的沙拉已经失去律师资格 一心只想早日出狱 夺回孩子的抚养权 更加没有精力去思考阔泰的提议 可没想到 前脚拒绝完阔泰 回到牢房的沙拉就迎来了噩耗 沙拉的母亲竟然去世了 获得桑架的沙拉 第一时间赶到了殡仪馆 在看到母亲的遗诏后 她瞬间崩溃了 助手告诉沙拉 她母亲是在沙拉父亲原来的工厂楼鼎立的坟 沙拉一时间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 把满腔的怒火和悲愤 发泄到了前夫的头上 要不是她和前婆婆害得自己入狱 她又怎么会和母亲阴阳两隔 但沙拉不知道的是 杀害她母亲的凶手 其实正是眼前装好人的前夫 就在不久前 沙拉的前夫卢立成 为攀上高官的女儿 秘密杀害了自己的情人尤美 基俊作为检察官 看过卷宗后 觉得立成十分可疑 于是便通知立成前来配合问询 立成利用人脉向部长施压阻挠调查 但没想到 沙拉妈无意中拿到了她指使手下杀害尤美的录像 而且还第一时间联系了基俊 沙拉妈想用这份证换取检察官为儿子的案子申冤 于是和基俊约好了在检察厅见面 可没想到 却在大厅碰到了立成 沙拉妈本想随意编造个理由糊弄过去 然而立成还是怀疑上了她 派人以基俊的名义把她骗走了 让俩人在即将见面的前一刻擦肩而过 事后基俊检查了录像才发现这一点 可沙拉妈已经不知所踪 而基俊还并不知道是谁带走了沙拉妈 最终沙拉妈的死被伪装成了自己立坟 因为找不到她杀的疑点 案子就这样结案了 卢绿成甚至以自己对丈母娘的了解 伪造了遗书 母亲的遗书让沙拉痛不欲生 更加让她没想到的是 就连这样的日子 前婆家也不允许孩子来见外婆最后一面 而前夫竟然还惺惺作态地想与沙拉达成和解 尽管沙拉并不知道 前夫就是杀害自己母亲的人 但如果不是前夫的被刺 自己也不会失去母亲 回到监狱后的沙拉 把人生全部的目标放在了初遇复仇上面 于是她重新考虑到了扩胎的提议 数月后 沙拉以良好的表现提前结束了刑期 初遇这天 扩胎特地来给沙拉接风洗尘 而沙拉也正式同意了扩胎的邀请 并向她坦白了自己的目的 为了能将孩子接回身边 沙拉与扩胎一起组建了工作室 时间转眼来到数月后 此时的沙拉已经成为专业的离婚解决师 并利用曾经的人脉组建了团队 出色的解决方案 让沙拉在业内一炮而红 很快便接到了知名人士的离婚案子 而这次的案子也是相当棘手 来进行委托的客户是有名的作家李朱元 她的丈夫是家喻户晓的电视台主播张在国 是排在公信力榜第一名的当红主播 可没想到 就在前不久竟然卷入一场性侵风波 消息传出时 她本人还在播报新闻 下一秒就看到工作人员集体变了脸色 在她进行直播的同时 女人面对镜头指控了张在国的性侵行为 女人曾是张在国面试的化妆师 可没想到张在国竟然在聚会时 对她动手动脚 而电视台还拿了当晚的监控录像 画面刚好拍下了造型师仓皇逃出包厢的情景 惊慌且狼狈的样子 不难想象当时发生了什么 这件事被爆出后 张在国的个人形象一落千丈 身为作家的妻子也受到了舆论的攻击 因为觉得太丢人 她产生了离婚的想法 但丈夫说什么都不同意 反而问妻子为什么不能包容她一次 同时造型师已经诉诸法律 控告张主播性侵 一审开庭的时间就定在下个月 这就使得对方更不可能答应离婚 可没想到官司还没开打 李作家就非常笃定地表示她老公输定了 被问到为什么这样觉得 又故作轻松地表示只是妻子的直觉 莎拉觉得有些奇怪 试探李作家为什么不能等官司结束再提离婚 但听说这场官司至少要两年才能打完 而她和女儿已经承受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舆论攻击了 明明是老公犯的错误 现在却连家人也受了骚扰 她担心再这样下去 她和女儿迟早会受不了 于是更加想要尽快离婚 好带着女儿去没人认识的国外生活 可没想到正说着话 女儿突然打来了电话 女儿在电话里的声音明显情绪不对 原来因为父亲被人指控是性侵犯 女儿在学校也遭到了校园霸凌 已经人设到极限的她 带着满腔的悲愤来到楼顶 好在接到电话的作家和莎拉也及时赶到了学校 此时楼下已经聚集了大量围观的学生 莎拉顾不得多想 第一时间跑到了楼顶 小心翼翼站到了女孩的旁边 为了让女孩回心转意 莎拉坦言 她的母亲就是这样立坟的 身为女儿的自己 没有一天不感到后悔 如果女孩也这样立坟 李作家也会因此一辈子活在地狱中 女孩在莎拉的说服下终于被说动了 可没想到下来时却发生了意外 幸好莎拉反应及时将她救了下来 这起事故给莎拉带来极大的触动 但由于接下这桩案子 莎拉还是有所顾虑 因为李作家似乎对他们有所隐瞒 李作家本身拥有众多女性粉丝 但是丈夫卷入性侵丑闻后 她便失去了很多粉丝 其中最受碰击的一点 便是事情曝光后 她曾在社交媒体上称呼造型师为小三 还将她丈夫和造型师的聊天记录发上网 质疑造型师声称受到侵犯 聊天记录却还和她丈夫互道晚安 于是李作家便借此攻击对方是自导自演 女助手觉得 这只是受害人惊吓过度 不想将事情闹大的正常反应 但男助手却认为 搞不好造型师就是临时反悔 才会闹出误会 而李作家口口声声说要离婚 事发后却上传聊天记录 帮丈夫理论的行为 也让人分不清 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可以听到助手说 李作家的丈夫请了车率事务所进行辩护 刚好就是她前婆家的事务所 沙拉立马打消了所有顾虑 当即就接下了这桩案子 扩泰得知沙拉接下了知名作家的委托 立马给她献上一份惊喜 由于沙拉是前科范 失去了律师资格 扩泰物色了许久 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律师加入团队 意外的是 那个人竟然是基俊 没想到基俊已经辞去了检察官的职位 而事情还要从有美遇害的案子说起 那时基俊没能拿到沙拉母亲手里的证据 为了寻找线索 传唤了有美当晚最后通过电话的人 那个人刚好就是她的教授 但基俊不知道的是 这名教授正是卢立成小团伙里的成员之一 卢立成不知道用什么理由威胁了对方 竟然让教授把自己弄成重伤 事后经过抢救的教授陷入了重度昏迷 基俊被指责高压审问 遭到了舆论谴责 在卢立成的四处打点下 他被部长勒令禁止再调查有美的案子 于是一怒之下 基俊选择了辞职 而卢立成则踩着两条人命平步青云 因为有高官岳父的帮助 他很快拿下了法学院的增设资格 目的达成后 他第一时间就和曾经的小团伙撇清了关系 可没想到基俊仍然在案中调查这桩案子 按理说 以基俊的履历 想要加入工作室是绰绰有余 但沙拉却百般拒绝 一副不想和对方扯上任何关系的样子 让阔泰很难不怀疑 沙拉是不是曾经被对方甩过 最终在阔泰的百般追问下 沙拉还是和基俊安排了面试 许久未见的二人面对面坐到一起 空气中弥漫着的尴尬都快要溢出屏幕 原来阔泰前面只猜对了一半 这两个人确实曾经交往过 只不过被甩的不是沙拉而是基俊 九年前沙拉因为某些原因 接受了卢绿成的求婚 结婚前一晚内心产生动摇了她 冒着大雨去见了基俊最后一面 当时的基俊坦白 自己很后悔让沙拉接受绿成 也曾苦苦挽留沙拉 希望她能和自己远走高飞 但沙拉还是选择了卢绿成 这段过往也自此成为基俊难以解开的心结 时至今日都没能放下 而沙拉正是因为明白这一点 才更不想基俊加入工作室 于是要求她无论如何都要拒绝扩胎的邀约 她的态度之冷漠 令基俊失望离去 恰好此事 同时天空下起了大雨 这让基俊又想起了九年前分别的那个夜晚 竟然让她鬼使神差般的回到了咖啡厅 提供的条件是许多什么 我现在要找到一个条件 竟然让你找到一个条件 竟然让你工作室 竟然让你工作室 我工作室 你不在乎不在乎吗? 不在乎一件事 我自己生活很不在乎 很不在乎 我可能会再来一遍 基俊就这样加入了离婚解决小队 成为工作室里的一员 沙拉对于和基俊一起工作充满了不自在 而基俊尽管表面上满不在乎 但其实心里也是慌的一批 两人明显对彼此还留有旧情 而两人的恋情瓜也很快被小春吃到了 为了调查基俊的背景 小春无意中找到了两人大学时的甜蜜合影 沙拉一边交代着小春 要对这件事守口如瓶 一边赶忙把照片丢进了垃圾桶 但或许是出于怀念 又悄悄将照片放回了包里 同时基俊在入职的第一天 就接手了李作家的离婚案 李作家的丈夫被造型师指控性侵 助手通过在电视台的人脉 侧面证实了此事 原来电视台也在进行内部调查 结果发现这个张主播可以说是劣迹斑斑 平日里不仅会骚扰女下属 每晚传照片给对方 还会狂发短讯邀请对方周末出来 调查结果里类似的案件比比皆是 但基俊作为律师 深知依靠这些匿名举报 就想打赢李作家的离婚官司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莎拉决定挖出对方更多丑闻 确保李作家能早日脱离苦海 与此同时 莎拉与基俊共事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前夫耳中 得知莎拉接下了李作家的委托 而且还是和大学时的前男友一起工作时 绿城的心理也不仅打起了鼓 立即派人暗中打听起两人的动向 很快 一则爆炸性新闻登上了各大媒体 李作家的丈夫张主播 在私人办公室遇到袭击 被不知名人士砸到脑袋开花 鲜血直流 送进医院后 因伤势过重一度昏迷不醒 而事发时 竟然有目击者声称 在办公室附近看到了李作家 李作家身为张主播的妻子 在丈夫遇袭时 被人目击出现在现场 事发后没有第一时间去医院探望丈夫 反而先是来到沙拉的办公室 这怎么看都让人很难不怀疑 然而李作家却坚称 自己没去过办公室 为了确认她的不在场证明 沙拉派出两名助手 去大楼寻找监控录像 不巧的是 当天这层楼的监控器刚好坏了 但好在 他们在门口找到一辆 经常出入这里的货车 总算是拿到了 事发当日大楼外的行车记录 确认过后发现 李作家果然对他们说了谎 录像清楚地拍下了他 当天进入大楼的画面 但更为蹊跷的是 控告张主播性侵的造型师 不久后也出现在了大楼外 也就是说 这俩人都有可能是袭击张主播的凶手 而警方也已经掌握了这段录像 准备对俩人进行传唤 在证据面前 李作家只好承认自己撒谎了 他当天确实去过丈夫的办公室大楼 但却不是要去见丈夫 而是无意中听到 丈夫的律师约见了造型师 想当面找造型师确认一些事情 可他最终没能鼓起勇气 于是一个人躲到大楼的楼顶 冷静了好久才离开 之所以会否认 也是怕莎拉会怀疑自己 但由于她之前说了谎 莎拉已经没办法再相信她 决定不再接受作家的委托 绝望之下 李作家孤身一人找到了造型师 可他话还没有问出口 就被造型师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原来由于作家当初在网上 曝光了他和张主播的聊天记录 把性侵扭曲成了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让造型师被一群喷子 当成了勾引有富之富的狐狸精 遭受了各种难听的攻击和羞辱 因此造型师根本听不进作家的任何话 而局面也随着张主播的苏醒急转之下 他醒来后竟然告诉警方 是造型师带着歹徒袭击了自己 这下对他不利的舆论趋势立即发生了逆转 李作家的嫌疑虽然洗脱了 可造型师却变成了众矢之地 让莎拉放弃李作家的离婚案 原来莎拉在出狱后 因为前婆家的阻挠 一直无法见到孩子 为了找到孩子的下落 她四处打听 终于找到了儿子的住所 可由于保姆的各种阻挠 她最终没能和儿子见到面 还差点因为私闯民宅 被保姆报警 天婆婆得知这件事后 大为光火 决定把孙子送到国外留学 绿成便以此作为筹码 想让莎拉退出案子 正当俩人吵得无法收场时 激进适时地出现 打断了二人的谈话 绿成让她一个外人 不要干涉别人夫妻之间的事 激进的出现 把历程气到无话可说 随后更是直接带走了沙拉 叫停了这场争吵 而激进也是这时才知道 沙拉之所以称为离婚解决师 一方面是想帮助 想要离婚 却不知如何摆脱痛苦的人们 另一方面则是想夺回孩子的抚养权 然后把无良前夫送进监狱 但沙拉不知道的是 虽然她和激进的出发点不同 但两个人的目标却是一致的 因为激进仍然在追查 绿成谋杀有美的罪证 好让对方有天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激进无法将真相告诉沙拉 只能以同事的身份 承诺帮助她实现心愿 两人原本尴尬的关系 也在这晚得到了缓解 可没想到 离开时发生的乌龙 让沙拉丢了大脸 她在翻包找手机时 无意中拿出了助手打印的合照 这下真是跳进黄河 也解释不清了 而当激进向沙拉问道 这些年有没有想起过自己 沙拉十分坦然地表示 如果说从未想起过 肯定是假话 而听到这个回答的激进 此刻嘴角比AK还难压 虽然这段小插曲让沙拉感觉丢了大人 但也让她回想起了两人大学时快乐的时光 这时她忽然想到了什么 赶紧让助手找来了李作家结婚前后的照片 在经过一番仔细的比对后 沙拉从中发现了疑点 她发现李作家结婚前 其实是个相当开朗爱笑的人 但结婚照理的她 脸上并没有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反而神情中透着一丝犹豫和迟疑 就好像不知道这婚该不该结 而沙拉之所以能察觉到这一点 是因为她也是过来人 所以她猜测 李作家当初和张主播结婚时 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没想到还真的给她猜对了 原来李作家也是受害人之一 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 才会和丈夫结婚 可没想到自己的隐忍换来了更多受害者 直到丈夫的恶行被另一名女性曝光出来 她不得不再次面对十多年前的痛苦遭遇 这也是她为什么执着地想要见造型师一面 因为只要聊一下 就能知道对方是不是和她遭遇了一样的事 但沙拉不明白 既然如此 李作家当初为何要在网上攻击造型师 原来作家是不想让女儿被人扣上性侵犯的女儿这个标签 她宁愿人们相信是她老公有外遇 所以才会一时失去理智 现在也很后悔自己当初的行为 沙拉听后 建议作家利用这件事作为筹码进行谈判 但作家并不想让女儿知道真相 决心把这件事到死都藏在心里 而李作家的遭遇也让沙拉想起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她当初已经做好了毁婚和积聚远走高飞的准备 可就在俩人约好去机场的那天 沙拉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沙拉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被甩的原因沙拉想帮助李作家 但又无从下手 好在这时事情出现了转机 基俊在查看张主播被袭击的新闻时 从新闻画面中发现了一架无人机 她曾经作为检察官 负责过一起无人机偷拍的案子 于是很快带着沙拉找到了进行偷拍的男子 可没想到对方看到她 马上撒鸭子就跑 去到家 你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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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才终于从对方手上拿到了影片 幸运的是 无人机果真拍到了 你作家在楼顶冷静的画面 结合张主播遇袭的时间 完全可以证明作家的清白 然而令他们惊讶的是 无人机居然还拍到了大楼外的造型师 张主播口口声声说 袭击自己的人是造型师 但结果造型师当天根本没有进入过大楼 这一切都是张主播为了博取大众同情 在自导自演 很快 两个助手就查到 是车律事务所设的局 是他们帮张主播买通了造型师这边的律师 得知真相后 莎拉立即给作家打去了电话 拟定了计划后 莎拉把录像交给了造型师 原来造型师当天 被律师约在张主播的办公室见面 说是要谈和解的问题 幸好造型师觉得事有蹊跷临时反悔 不然现在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但由于要和李作家联手这件事 造型师还是有所迟疑 他无法原谅作家 以及作家的丈夫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然而莎拉却说道 在莎拉和基俊的说服下 两个女人站到了同一战线 时隔18年 李作家终于鼓起勇气 当面向丈夫提起的那晚发生了事 不出所料 丈夫根本不觉得自己有错 而令他傻眼的是 造型师竟然走进了病房 张在国没想到 妻子竟然要帮造型师控告自己 一时间被气得破口大骂 张在国在发表这段无耻言论的时候 并没有想到 妻子竟然将这段对话录了下来 钱福和事务所律师知道 一旦录像公开 张在国就完完了 于是只得同意了对方提出的离婚协议 但交换条件是 李作家不能在造型师的案子出庭作证 可殊不知 这只是沙拉计划中的一环 在作家顺利签署了离婚协议后 张在国很快又被离婚小队的两个助手压到了天台 因为张在国的自导自演 大众到现在还以为造型师是袭击他的凶手 为了证明造型师的清白 几人联手戳穿了他的计谋 原来就连所谓的受伤和昏迷不醒 都是张在国编造的谎言 两人联手揭穿了人渣的真面目 而为了能让造型师赢下官司 沙拉也会以证人的身份出席 从而避免了李作家出席导致离婚协议无效 一时二鸟的计划 不仅帮作家成功摆脱了人渣 还让无耻的性侵犯得到了应有的诚挚 事情告一段落后 作家如愿和女儿一起前往国外 而她还来不及为案子圆满解决庆祝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委托人出现了 没想到这次遇到的委托人 竟然是前夫的妻子 两年前 沙拉的前夫为了迎娶高官女儿 不惜和母亲一起将沙拉陷害入狱 但没想到就在前不久 她的高官岳父因为收受贿赂接受了调查 岳父的倒台 让卢绿城计划的法学院即将泡汤 于是她决定直接取代岳父 参加竞选成为议员 而为了拿到提名资格 她决定把妻子一家一脚踹开 不仅不打算付一分钱的赡养费 还要把离婚的过错全部规则到妻子头上 妻子无意间听到了丈夫和婆婆的对话 为求自保 于是转而找到了丈夫的前妻金沙拉进行求助 沙拉怎么想都觉得 你自己的身份实在不适合插手这件事 前妻帮现任妻子跟前夫打离婚官司这件事 听起来就很狗血 但韩志仁却表示 只有沙拉能帮自己 因为她也像沙拉一样被卢绿城威胁了 韩志仁在绝望之下向沙拉透露 卢绿城手里似乎有她被偷拍的视频 就在前不久 她收到了一条勒索短信 那里面居然是她在结婚前被男友偷拍的影像 而且对方开口就要三亿韩元的封口费 韩志仁怀疑是卢绿城暗中找人威胁自己 因为这件事过去没多久 卢绿城就向她提出了离婚 还要求她要近身出户 志仁第一反应当然是拒绝 但卢绿城却声称自己手里有她的猛料 卢绿城一边威胁着志仁 一边提醒她 U盘里的内容会不会曝光出去 会取决于她的选择 志仁认为自己的偷拍影片一定是落到了卢绿城手中 沙拉听后劝她不如报警解决 但志仁的父亲正在接受调查 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个时期被爆出丑闻 想来想去 觉得只有沙拉才能帮自己打赢离婚官司 作为交换 她答应会帮沙拉打听她儿子的下落 志仁提出的条件让沙拉实在难以拒绝 但又很犹豫 自己该不该接下对方的委托 可没想到 志仁向沙拉求助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卢绿城耳中 得知妻子去找了自己的前妻打离婚官司 卢绿城立马找到了沙拉 十分不客气地让沙拉回绝掉志仁的委托 更直接警告沙拉 让她不要再接近自己的人 无论是她的儿子还是她的妻子 如果说沙拉原本还有一丝犹豫 在见到卢绿城这副厚颜无耻的态度后 可以说是立马燃了起来 卢绿城警告沙拉不成 反而促使她和志仁站到了同一边 沙拉很清楚前夫和前婆家的手段 实际了解过后才发现 这对母子不仅会CPU自己 对家世显赫的志仁也没给过好脸色 沙拉在和绿城结婚期间 就没少被她言语辱骂 而且衣服上还时常会粘到其他女人的化妆品 但她却对此毫无避讳 没想到前夫在和现任妻子结婚后 还是死性不改 而婆婆的态度也是一如既往的恶劣 不仅时常抱怨志仁的娘家 没有全心全意地帮助她们 还会责备志仁无法生育 嫌弃她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明明当初为了攀上亲家百般讨好 然而婚后却将志仁贬低得一无失处 沙拉听后立即气不打一处来 然而离婚官司最难搞的部分就是财产分割 卢绿城为保护自己的身家 把财产全部登记在了母亲名下 因此一旦离婚 她名下连可以分割的财产都没有 沙拉也是因为这样 在离婚时什么都没分到 但当务之急是 要确认卢绿城的私人U盘里 是否真的有那段偷拍录像 同时还要找到向志仁进行勒索的犯人 于是沙拉直接叫上基俊 混进了卢绿城的办公室 这俩人就赡养费的部分讨价还价的时候 基俊在绿城的办公桌找到了私人U盘 但没想到 离开时不小心碰到了灯的开关 就在即将被发现之时 沙拉集中生智 用一声老公喊住了绿城 虽然成功帮基俊转移了视线 但这声老公却让绿城误以为 能和沙拉救情复燃 而沙拉做出如此大的牺牲 换来的U盘里面的内容 居然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检查报告 也就是说偷拍影片根本不在卢绿城手中 与此同时 工作室迎来了一位新的事务长张希珍 但谁也没想到 这位新同事居然是卢绿城安插在工作室的眼线 此时的卢绿城正急于寻找办法 让妻子签下离婚协议 距离候选人提名只有十天不到的时间 卢绿城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 和妻子一家切割干净 可智人却把离婚诉讼全权委托给了沙拉 拒绝再与绿城见面 绿城气急败坏地命令手下 无论如何都要把智人带到自己面前 但没想到 他竟然指使手下找人进行绑架 偏偏派出去的打手 还把沙拉错认成了智人 结果沙拉就这么不明所以地 被绑上了商务车 好在基俊及时开车追上了对方 在经过一阵激烈的追逐过后 终于将商务车逼停在了路边 沙拉下车后 直接跟打手扭打到了一起 他和基俊拼尽全力 想把打手抓到警局 但结果还是被对方开车逃走 两人因为此事不仅受了伤 基俊的车子也因此遭了殃 沙拉直觉 绑架的事与卢绿城脱不了干系 于是直接找到对方进行试探 没想到卢绿城也真的不经事 基俊无端遭受污蔑 差点与其发生冲突 还好沙拉及时拽着他离开了 没想到两人刚离开 就接到智人的电话 之前用偷拍影片 勒索智人的家伙 又再次联系了他 对方约智人在咖啡厅进行交易 而解决小队则提前进行了埋伏 在对方联系智人的同时 沙拉也从一众客人中锁定了犯人 勒索范为了逃跑 竟然直接在咖啡厅 上演了一出大型跑酷 一行人把后厨搅得天翻地覆 结果还是让勒索范跑掉了 提前堵在后门的大鸡 原本可以抓住对方 可在看清勒索范的脸后 他居然双腿一软愣在了原地 而咖啡厅老板也将几人扣留在了现场 要求他们对损坏的食材进行赔偿 幸好扩胎发动超能力 不仅大手一挥解决了赔偿的问题 得知鸡骏为了营救沙拉把车子撞坏 还直接帮他把旧车换成了新车 尽管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 但大鸡还是对放跑勒索犯的事十分愧疚 而几人在会议上的交流 也被西珍听了进去 由于没能成功抓到勒索的犯人 沙拉决定说服智人进行报警 大鸡得知后 请求沙拉给自己一天时间 并表示自己有办法抓到犯人 但让人意外的是 勒索智人的男人 竟然是大鸡多年未见的哥哥 正因如此 大鸡白天时才会将对方放跑 原来表面看上去玩事不恭的大鸡 曾经是一度病危的癌症患者 因为哥哥的逃跑 差点就死在了手术台上 两兄弟的母亲也因此伤心过度一病不起 大鸡一直痛恨哥哥的无情 认为是他害死了母亲 在他的逼问之下才得知 原来哥哥和同伙 利用倒卖二手手机 窃取他人隐私 他们就是这样 拿到了智人的偷拍影片 大鸡拷走了全部的影片 并摧毁了硬盘 在被问到是否还有备份时 哥哥兴事淡淡地向大鸡保证没有备份 可没想到 张锡珍竟然找到了哥哥的同伙 还从对方手中拿到了那段录像 与此同时 卢利成找到了智人的住所 表示只要智人签下离婚协议 作为交换 他会帮智人的父亲解决调查的事 好在沙拉收到消息及时赶到 在选择相信利成还是沙拉之间 智人最终选择了沙拉 然而当晚利成就见到了西真 并从对方手中拿到了那段偷拍影片 另一边 鸡俊本打算把沙拉落在车上的衣服拿给他 却无意中撞见 他竟然和工作室的男助手大鸡抱在一起 大鸡刚刚从哥哥那里 拿回了委托人被偷拍的影片 但与哥哥的会面 勾起了他过往的痛苦回忆 于是他拜托沙拉 给自己一个拥抱以示安慰 可没想到正是这个拥抱 让七俊误会了两人的关系 原来大鸡之所以对沙拉如此死心塌地 是因为他身患重病急需手术 但原本答应捐赠的哥哥突然跑路后 是沙拉捐赠的造血干细胞让他活了下来 而沙拉也因此得到了刑期减免 可尽管如此 大鸡还是将沙拉视作救命恩人 康复后就利用自己一生的黑客本领 成为沙拉的得力助手 只是没想到一个误会让七俊打翻了心里的醋坛子 另一边 卢绿成通过工作室的内鬼 拿到了妻子的偷拍录像 实际了解过里面的内容后 也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当志人以为沙拉这边已经找到影像的出处 并将其销毁后 卢绿成竟然在他面前播放起了那段影片 本以为他会用这个把柄 要求志人离婚并且近身出户 不料他竟然一改之前的态度 要求志人继续做他的妻子 原来因为岳父被调查的原因 卢绿成没能拿到党内提名 为了赢得竞选 他决定利用志人为自己助选 沙拉这边得知消息后 大吃一惊 大鸡这才发现 哥哥说录像没有备份 原来是在骗自己 眼下哥哥早已经远走高飞 而志人也因为被抓住把柄 回到了卢绿成身边 为了稳住志人 绿成答应 只要志人帮他竞选 他就会帮接受调查的岳父申请保释 竞选活动的当日 几乎所有围观群众 都在反对卢绿成的参选 正当志人好奇 丈夫要用什么幺蛾子扭转舆论时 人群中一个凶神恶煞的男子 忽然持刀冲向了他 志人怎么也没想到 卢绿成为竞选 竟然会自导自演出一场袭击事件 行凶的人很快就被当场捉住 而卢绿成也捂着伤口 迅速走到妻子身边 扮演起了一个深爱妻子的好丈夫形象 这起事件不出意外 迅速变成了热议话题 卢绿成还趁热打铁 在医院接受了访问 对着镜头表示 自己绝不会为了竞选抛弃妻子 将一个重情重义的丈夫 饰演得十分到位 莎拉和基俊看过新闻后 很快找来了医院 俩人用脚趾想也知道 这是一场政治作秀 可志人已经决定要回到卢绿成身边 还当面结束了对莎拉的委托 莎拉健壮也只能尊重她的选择 不过她并没有就此放弃 而是让两个助手继续寻找证据 很快小春通过以前做警察时的经验和人脉 迅速锁定了大鸡哥哥和其同伙的下落 但奇怪的是 两人扑了个空不说 对方很明显是提前收到了消息 而他们此时还没能注意到 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张希珍的监视之下 另一边的基俊还在为情所困 内心仍然难以接受 莎拉移情他人的事情 但很快他就发现这是一场误会 大鸡和莎拉根本就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这让基俊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与此同时 小春在前同僚的帮助下 很快就找到了之前绑架了莎拉的混混 此人刚好在一次扫黄行动中被当场抓住 但是在接受调查时 混混坚称自己没受到任何人的教唆 虽然在他手机里发现了一些聊天记录 但要凭这些间接证据 指控卢绿成教唆绑架还是有些牵强 正当莎拉犹豫着要如何出手时 卢绿成送来了意外的助攻 在竞选辩论会上 卢绿成被质疑当选后 有可能会包庇自己正在接受调查的岳父 为了使选民安心 他在镜头前表示 这种事绝不会发生 甚至承诺 在调查结束前 不会对岳父申请保释 这对智人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 他再一次被丈夫利用了 第一时间获知此事的莎拉 意识到时机到了 卢绿成在前不久的袭击事件中 收获了大量的同情与知识 一路高涨的人气 让他成为竞选中的黑马 可眼瞅着即将当选 半路忽然杀出来一个 当街指控他绑架的前妻 莎拉的高调现身 搅黄了卢绿成的拉票活动 虽然保镖第一时间 把他驱离了现场 但他当街指控前夫绑架的视频 还是引爆了社交媒体 很快成为热议话题 卢绿成一怒之下 大闹莎拉的工作室 并再次用儿子作为筹码 威胁莎拉 要求他配合自己 在媒体面前进行成亲 然而他很快就被无情打脸 基俊及时进来 将他赶出了工作室 很快 卢绿成就公开接受了记者采访 把莎拉描述成了 骚扰自己的疯狂前妻 还仗着手里有偷拍录像 让智人帮他一起 在媒体面前抹黑莎拉 可没想到智人直接语出惊人 智人表示 自己有绑架犯的手机 绑架犯正是受到 车里律师行的指使 才会将莎拉绑走 而他之所以没在第一时间报警 是因为受到了卢绿成的威胁 因为卢绿成手中 有他婚前的偷拍影像 实际上 这正是莎拉提出的计划 早在记者会开始前 她就找到了智人 莎拉知道 智人一直为录像的事担惊受怕 干脆建议她 在记者面前先发智人 一旦她公开 卢绿成手中的把柄 那么她便再也无法 将其用来攻击智人 而且还可以借此 把离婚的规则推到卢绿成身上 在现任妻子和前任妻子的联手夹击下 卢绿成精心安排的洗白大会 变成爆料大会 她赶忙以起诉诽谤为由 阻止记者们发布报道 不诚想莎拉的助手 已经将记者会实时直播了出去 此事过后 卢绿成的知识率瞬间跌落谷底 同时激进这边的调查 也有了新的进展 预知后续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